莫伯桑生于1850年 去世于1893年 这三位短篇小说巨匠 他们生活的时期是比较接近的 基本差不多的 而且莫伯桑他生活的这个时期 正好是经历了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知不知道 就好像欧亨利他生活的时期 欧亨利你看前面那个时代 他和马克吐温生活的时期 基本上是一样的 杜老师讲过马克吐温吧 是不是 他和马克吐温生活的时期一样的 那么莫伯桑生活的这时期 就是1870年前后 就是有一场非常非常著名的战争 叫做普法战争 所以莫伯桑的作品当中 有两类题材 有一类就是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 一类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 这两大类题材 那么莫伯桑 你要看过讲义上 就是有一个关于莫伯桑的一个小故事 为什么那边放了一个埃菲尔铁塔 大家应该能知道 就是法国大革命是在179几年的时候 是吧 179几年的时候 法国177几年 179几年 那么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100周年的时候 法国人决定建立一个雕塑 或者说建立一个东西来纪念法国大革命 那么当时有些人选择是什么呢 比如说什么洒水的车 或者说一个断头台 因为是欧洲人 他们一般就是处死一些人的时候 都是用那个断头台 像查理一世 知道吧 大家 断头台 就是你趴在那个 对对对 掉下来 而有些人呢 决定说 那个建造一座铁塔 就是埃菲尔 他送了一个方案 就是建铁塔 但是莫伯桑等人啊 就是极力反对建铁塔 但是铁塔呢 他们为什么建铁塔 就是代表着工业革命 给法国带来的成就 或者说成果 那么莫伯桑这些人 就是反对建铁塔 但是最后人们选择了 还是用这个方案 但莫伯桑最初发了 说了一个狠话 就是如果这个铁塔建成啊 对我就离开巴黎吧 我就离开巴黎 但是最最终 这铁塔建成了 人们还来问他说 莫伯桑先生 就是铁塔已经建成了 您为什么不离开巴黎啊 莫伯桑怎么说的呢 我没有看他建成啊 就是他在埃菲尔铁塔下边 就是自欺欺人 就是我没看到他 他就是没有建成 所以说莫伯桑啊 最终就是他 他就是很嘴硬 他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啊 莫伯桑他是法国十九世纪 现实的作家 那么莫伯桑在不同的时期啊 他有不同的老师 就是在最小的时候 就是比你们再小一点 六七岁的时候 是他的妈妈为他进行文学启蒙的 到了中学 到了中学的时候啊 就给你们再大一些 那么呃 他叔叔的朋友 就是带着他进一步的学习文学 等到他成成年了 跟随弗洛拜去学习 而且弗洛拜啊 对莫伯桑要求是非常严的 就以前也讲过一些故事 就是就像达芬奇一样 达芬奇最开始画画的时候 画的是什么呢 对画鸡蛋 不是鸭蛋嘛 是鸡蛋啊 画的鸡蛋 就是不停的画鸡蛋 不停的画鸡蛋 那么但是 呃 最终达芬奇是不是打打下了非常非常好的基础 莫伯桑也是一样 莫伯桑想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 哦 弗洛拜不让他 不让他写小说 不让他写文章 弗洛拜让他做什么呢 就让他去观察东西 就是弗洛拜跟他说 你去哪个街道哪个街道 十字路口那里 你看一看 对对对 那有那有什么 那有什么 那么莫伯桑去了回来告诉他说 那里有一个老乞丐 是一个是个老婆婆 或者说的不好听一点 不好听一点 是一个老太太 那么老玉 老玉是古代的说话 那么弗洛拜 弗洛拜说 你再去看一看 难道只看到一个老乞丐吗 他去看了 回来告诉弗洛拜 说他捧头垢面的 头发很乱 脸上也到处都是土 然后弗洛拜还是不满意 告诉他 你再去看一看 等到莫伯桑回来之后呢 告诉弗洛拜说 他的鼻子 是世界上最别角的木匠 随便砍了一个 随便砍了一个木块 给摁上去的 最别角是什么意思 最笨的 最蠢的木匠 技术最不好的木匠 如果说一个技术最烂的木匠 他随便砍一个木块 那木块是好 好看还是难看 难看 然后再按上去之后呢 说明这个老奶奶的鼻子 很难看 所以说此时啊 弗洛拜才会 才会觉得 我的学生终于会观察了 就好像你们写作文一样啊 也是 你得注意观察那细节 不要光停留在叙述上 莫伯桑啊 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 母亲为其进行文学启蒙 那么戴旭在莫伯桑出生之后 就是十多年啊 将近二十岁的时候 此时 普鲁士和法国爆发了一场战争 而这场战争呢 就是因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引起的 莫伯桑第一篇成名的作品啊 就是以古法战争为背景写下来的 梅堂集团是什么意思 梅堂啊 是一个地名 那梅堂集团呢 是六位作家 六位作家 其中以莫伯桑最为著名 他们六位作家呢 各写了一篇作品 都为了反映当时的普法战争 那么集结成了一个作品集 叫做梅堂之夜 都是以普法战争为背景写的 在这里边最为出名的 就是莫伯桑的杨之球 莫伯桑啊 最开始是凭借杨之球一举成名的 他记录了一个女子 一个女子悲惨的经历啊 可以说就是普法战争爆发之后 普鲁士是把法国给打败了 把法国给打败了之后啊 所以说很多很多法国人 他为了躲避战争 就是普通的法国人躲避战争 他想逃到安全的地方 或者说他想逃到 就是没有德国士兵出没的地方 所以说当时有很多很多人啊 他们就自己几个人弄一辆车 几个人弄一辆车 就往安全的地方去跑 所以说杨之球呢 他和一些贵族 一些修女 他们同乘一辆车 就准备逃向安全的地方 杨之球啊 他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女子 他是一个女子啊 他的他的工作呢 就好像普希金的妻子一样 就是成天去跳舞 去酒会上 去舞会上 就去这些地方 所以说就是 他的这种工作呢 当时很多人都是看不起的 那杨之球因为他长得比较 比较圆 所以说给他取了一个绰号 叫做杨之球 但是他等他上车准备逃跑的时候 他做了充足的准备 有点胖 说白了就有点胖了 那么做了充足的准备之后呢 他带着拎着很多吃的 就好像你们一样啊 下课就去买很多吃的 那么他其他的那些贵族呢 就是那些修女啊 这些人全都 因为逃得太匆忙了 所以说什么吃的都没有带 所以等到上车之后 杨之球把他很善良 把自己带这些吃的 一点一点都分给其他的人 虽然说他准备了好几天吃的 但是分出去之后 一天就吃光了 但是他也愿意分给同行的人 同行的人都说 杨之球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啊 这么苗条啊 我们大家都没有你好看 所以说杨之球这首很开心 有您吃的香 先生 真是太香了 太香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烹饪 这才就是烹饪 我们去吃吧 吃吧 吃吧 不客气 别 吃了就吃一点了 你说的对 真是太对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非常饿 谢谢 别拿这个 这个太小了 把报纸铺开当餐厨好吗 你可真自私 跟我学 也跟那个漂亮的女客 我可有尊严 尊严 尊严不解 饿 要不我替你要一块 漂亮的女客 能不能给罗阿索夫人来一块 什么都行 这一块 她饿了 没问题 当然可以 请递过去 哪过去 请递过去 祝你胃口好 可真香 各位服务员去用餐吧 还有各位先生们 你说的好 大家就都别客气了 吃吧 吃吧 照这速度 谁知道什么时候 能到呢 在哪过夜都不知道 再说这速度 咱们到底爱不 能到明天中午了 伯人先生 你也吃吧 夫人 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 接受 要请 摸摸请用吧 谢谢 有的时候感激之情 并不是发自于内心的 比如说我就发自于我的肚子 夫人 您的鸡很真好吃 吃您的鸡就是一种享受 您的鸡蛋不断做的好吃 而且很美 是我自己做的 原来您也干厨房里的事 要是没有这顿饭 我们简直无法旅行了 说起来很可笑 两个小时以来 我一直想起你们和我共进午餐 可是我不敢 谢谢 那您是不了解我们 我们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邀请 我看到你们 我心里实在很难受 真的 实在很难受 我们就不要看了 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挺好的 挺好的 到了 就是有德国士军把守的地方 德国士军把他们就给拦下来了 就是说你们停下 这辆车都停下 你们这里边 必须得有一个人 出来陪着我们的长官聊聊天 喝喝酒 跳跳舞 因为我们长官在这里打仗 打了好久 实在是没什么意思 没有人跟他唱歌跳舞 所以说这车里边的这些人 都不愿意下来 你们这些德国鬼子 凭什么让我们法国人 给你们跳舞唱歌 你们把我们的领土都给占领了 但车里边这些人 他们不下去 德国士兵就不放过他们 就是只要你们没有人下来 我就把你们扣在这里 就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 这些人一看 那我们再不妥协的话 那很可能他真的还继续把我们扣在这里 后边这些德国的士兵 他再一追上来 战争再一卷到这里边来 那我们不就危险了吗 所以说此时啊 车里边的人就想 我们应该派一个人出去 陪着德国的长官 唱唱歌啊 跳跳舞啊 玩一玩啊 做做游戏啊 所以说此时他们选择了谁呢 杨之球 杨之球 杨之球也同意了 既然我出去陪他们唱歌跳舞 咱们能够继续上路 能够逃到安全的地方 我愿意为了大家 就是做这些我不愿意做的事 舍己为人啊 所以说杨之球下车了 等到第二天他再回来的时候 车真的就可以走了 但是此时呢 这些法国人全都 你觉得对杨之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 冷漠 冷漠 杨子玄 你会不会感恩于他呀 我们终于上路了 应该是感恩是不是啊 就是是你救了我们 以免我们卷入战争里面 那实际上啊 这些法国人 这些他们认为自己身份很高贵的人啊 都不理杨之球了 就是你做了那些让我们觉得很坏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不愿意陪着德国鬼子去聊天喝酒唱歌 只有你愿意去 但是当时杨之球去的去的时候啊 是他们让去的请他们去的 所以说就是展现普法战争背景之下 当时的那些人啊 他们为了就为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是假如说啊 张家腾 就是有人有人 我觉得我有求于你 张家腾特别帅 特别特别帅 但是能用完了之后呢 就是也不理你了 就是不管你帅啊还是丑啊 连评论你的时间都没有了 就根本就不理你了 所以说就是 抗议无效 那么所以说这些人啊 就为了展现 就为了展现 当时这些人之间 非常非常冷漠的关系啊 还有就是他代表作啊 项链 我的叔叔娱乐 米龙老爹 这些都是 莫伯桑非常非常著名的作品 西科夫生于1860年 去世于1904年 19世纪末 俄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 也是现实主义作家啊 这三位都都称为现实主义作家 那么西科夫啊 他是生于一个也是很普通的家庭 出身贫苦 祖父是熟身农奴 农奴也讲过农奴制 也提过吧 就是俄国农奴制 西藏的农奴制 最惨的农奴呢 他们甚至就是被祭祀的时候 砍掉脑袋 剥掉剥掉皮 是吧 那么父亲破产之后 迁居莫斯科 那么他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 行医熟悉平民老百姓的生活 最后进行了文学创作 西科夫他是半路进行文学创作的 就好像欧亨利一样 都是从中年时期进行文学写作 那么他跟莫伯桑不一样 青年时期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 西科夫啊 他是学医的 七一从文啊 就好像冰心 就好像鲁迅 都有点像啊 那西科夫 他还有一段时间 是当医生的 你像鲁迅啊 他根本学都没学完嘛 他就直接进行了文学创作 他都没做过医生 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 那么成为一名 成为乡村医生 也就是说 西科夫在他毕业之后 他回到了就是老家 回到了农村 那么在农村呢 他作为一名医生 而且他是当时 可以说名牌大学毕业的 所以有很多很多老百姓啊 很穷苦的人 都来找他 看病 天还没有亮 他家门前已经 已经排队了 就好像现在那些 什么北一三院啊 天还没有亮 那挂号的人就 就排满了 是不是啊 那么 所以 呃 七科夫啊 通过做医生啊 他 接触到了很多很多 底层社会的老百姓 也就是说 你像凡 你像凡卡 呃 如何凡卡啊 这种 都是底层的老百姓吧 所以说成为乡村医生之后 为他创作 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他在写文章的过程当中啊 写了很多很多 类似于反动的文章 就好像张亚腾说的 呃 批评沙皇俄国的文章 所以说 呃 他有好长一段 是被流放的 而且他流放的地方啊 是非常 很偏僻的 就是他被流放到了 酷叶的 酷叶的 就是在今天的 中国东北附近 呃 也就是说 俄国啊 东西是不是很 很宽啊 这边是在 欧洲 这边是在中国的 北边 是吧 大部分的俄国人 生活在这边 对吧 所以说当时的 七科夫被流放到了 这边 被流放到最东边 大家知道 中国东北 冬天就很冷了 那再往北呢 冬天是更冷的 所以说他在这里边啊 与很多很多 劳改犯 生活在一起 这些劳改犯 在这里干嘛呢 就是砍树啊 挖煤啊 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七科夫啊 他既有跟普通老百姓 一起生活的经历 也有和这些苦义犯 生活的经历 所以说他见识到了 当时俄国最底层的生活 所以说此时的七科夫 写出来的作品啊 基本上都是批评 杀谎俄国的 那么七科夫 他获得了苦习金奖金 之后他因为患了肺结核 千菊一亚尔塔 最后的七科夫啊 晚年在德国疗养 七科夫是死在那个 相当于是游泳池里边 就是不是说淹死的啊 就是他疗养的时候 呃 室外的那种游泳池 休息的时候 就是在那里边 呃 不是猝死的啊 就是因为这些身体 器官都不太行了 因为七科夫之前 还有严重的肺结核 所以说在游泳池里边 最后死去的啊 代表作变色龙 变色龙啊 是七科夫 众多作品里边 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 反卡 小公园 这些是他的小说 还有就是套中人 装在套子里的人 还有一些是 呃 巨作啊 巨作 比如说 万尼亚舅舅 对 樱桃园 变色龙 我简单说一说啊 变色龙我应该读过的 呃 变色龙是 奥楚密洛夫啊 他确当于是一个警察 今天的话来说 说通俗一点 他就是一个 呃 算是保安吧 城管的角色 他在巡查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 呃 金匠 也就是金匠的手指头 被一条狗给咬了 他就想把这条狗给 给抓住 抓住 把他带回警局里边 要等着主人来 要要训他一顿 但是人群里边 却有人在说 这个 这个狗有点像 谁家的狗呢 将军家 有点像 有点像将军家的狗 此时 呃 奥楚密洛夫就浑身 就出汗了 他把歪歪 就是大姨也脱了 就是他听到 是将军家的狗的时候 他担心 我说要把他带回去 有人告诉将军 将军知道了 我要我要处理他的狗 那我的小官 是不是就可能 保不住了 所以说此时 哎 这个 对 咬就咬了嘛 但是此时也有人说 他手下跟他说 不太像 不太像的时候 他就想把他给抓走 当时有人说 像将军家的狗的时候 他就不敢抓了 所以说变色龙 这个题目就是 根据这条狗 是谁家的 然后他就不断 变换这个表情和想法 前后有五次 最后是谁家的狗呢 是将军哥哥家的狗吧 将军就是 他的哥哥来他家做客 然后他哥哥的狗跑了出来 最后是将军的厨师 把这条狗给练回去的 练回去的 将军厨师没有杀啊 那么此时 奥处米洛夫 他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因为他在众人面前 表现出来的这个 这个神情啊 或者说这个处理事情的态度啊 是一会儿变 一会儿变 一会儿变 这也是短片想说 套龙人 他是这里边 这里边介绍的是 别里科夫 别里科夫 他也是一个 就是很奇怪的人 他整天 就后边有一个配图啊 这个变色龙 这是想象当中的啊 这个就是 装在套子里的人 就是套中人的一个插图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呢 他在一个小镇里面生活 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呃 就是坏毛病 就是不管冬天夏天 他一出门 他都是戴着这种 现在已经少了 大盖帽 大盖啊 然后墨镜 穿着一个 呃 黑色的尼斯大衣 然后再拿把雨伞 不管晴天雨天 冬天夏天 他都是这身装束 不管是十几度 二十几度 他都是穿着这样的 但是他 当他一出去的时候 没有人敢跟他说话 没有人敢 呃 敢接近他 那么他给周围的人 造成的一个结果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紧张兮兮的 这又说明 当时沙皇俄国统治的时候啊 他给人们造成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敢说自己的想法 如果 如果要一说 说错了 很有可能被 被杀头啊 这个就是像沙皇俄国 一个缩影一样 有关啊 每次一点的观点 或者一步 因为 szer百iße 有静感 瓶电 Yang